哈喽大家好 我是NO哥 上一期我们已经说了1到60级的挂机地点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61到80级的挂机地点到底要怎么去挂 这里其实我们要分两个领域来说 那第一个就是你在70级还没有进阶二转之前 你是用雨时数来挂机的 那这些怪就会以这个地跟不时为主 那如果是以70级进阶二转之后的话 就是会无脑的使用重力来挂机的朋友们 我们就会尽量去找念属性和不死怪来打 第一只就是邪孩矿工62级 然后是不死中型怪 他的卡片超级香 那大家如果是想要去挂一个梦想的 看能不能出到这张卡片的话 可以去挂看看的 可是这个卡片的掉落进度 其实还蛮难上去的 这个死人鱼骨的出掉会非常之多 可能你没办法上架卖出去 但是也不用急 你可以后面慢慢的再把它放上去 还是可以卖掉的 黄玉其实还是蛮不错 接下来就是蚯蚓 63级动物地中型 蚯蚓其实它本身的卡片 如果我们之后要打地的怪的话 它有个减伤也是可以去使用 当然你不想要 也是可以把它直接分解或卖掉 蚯蚓会掉一个移动的自立耳环 刚好你在这个时间点是没有打到双动的 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过度用一用的 它的材料其实都还蛮不错 如果你有开第二方案 你是个冰和电系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来打这个闪吸 闪吸的卡片算是我们披风最重要的一张卡片 纯粹只是为了挂卡 所以要顺带提一下 我看有很多人都是挂这个巨石怪的 其实这个巨石怪它的卡片其实是还不错 那当然你们如果想要挂卡片的话 我觉得是看一个运气 黄玉碎片的材料其实还不错 打它的效应我觉得其实没有很高 那基本上如果你们不打的话 可以直接50掉嗨也可以的 因为毕竟打它不如是打这个蚯蚓是还不错 我们打蚯蚓呢是有主星加成的 所以呢会轻非常之快 再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都在67、68、69 这个阶段 再拼一个70级的这个阶段嘛 这个阶段里面呢 其实是有分就是挂经验跟 你们要挂材料 因为大家可能都是要为了70级的这个武器 来准备一波材料的 这些可以推大家 这些怪呢 你们也是要看你们的机体为准啊 第一只呢就是这个 艾斯蜘蛛了 艾斯蜘蛛呢 它是呢会出这个我们武器所需要的这个材料 叫植物梗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当时在上架 也可以卖的非常之高的价钱 蜘蛛呢 它是一个毒鼠性的怪 那毒鼠性呢 其实我们打它呢 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加成 这真的就是要看你的机体 还有你的宠物呢 来做决定 是否要去挂它 如果你的机体是够的 你就可以来挂这只蜘蛛啦 那蜘蛛的地形呢 其实还蛮多怪的 所以你可能可以挂到 蜘蛛跟蜘蛛是一起的 那蜘蛛它也是地属性的 那它卡片呢 其实也是不错 物理力量型的直接可以使用了 你也是可以把它卖掉 或者是你想要直接分解也可以 蜘蛛呢 其实如果你有红虫的 比如说你有鹿 还是说你有甲虫之类的 那我觉得你都可以去挂的非常的安稳 会挂的非常的舒服 那如果你装备不太行的 我就不推荐你们去挂这一只怪了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暴钻伞兮啦 暴钻伞兮呢 它是一个动物地属性和中型怪 地属性的话 我们隐石树呢 打它呢 是有造成额外的伤害的 暴钻伞兮呢 其实它会出这个破旧的树叶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们没有在做其他70级防具的话 其实它是不太需要的 那这只怪呢 你们就是要看你们到底需不需要挂 那我觉得 如果你们真的是机体不太好的 没有其他怪可以挂的话呢 其实它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当然你们如果要组队挂的话 那个效应会更加的好 好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们挂了不想要用的话呢 其实可以高价的把它卖掉 它价钱也是非常之高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 狐狗啊 狐狗呢 其实它的卡片超级的香 因为独属性呢 其实你对其他元素就没有任何的加成嘛 那再来的话呢 它是会掉这个强化指环一栋的 那这个战区 如果没有打到两栋的情况之下 也是可以过度用一用 狐狗呢 它也是会掉这个叫硬角 那硬角呢 其实也是算是70装备里面的 蛮需要的一个材料 那这里呢 如果你自己不想用呢 你可以全部直接把它卖掉 它的价钱也是非常之高 但是呢 狐狗呢 它一样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独属性的 非常难打 而且它的血量呢 非常的高 让它打我们也非常的痛 这里的你们一定要记忆体非常的好 或者说你们有一些红宠的朋友 我才推荐你们去挂这只狐狗啊 不然的话呢 其实你们可以直接忽视掉它 不需要去打这只 因为它有一点点太拖节奏了 虽然它的卡片很像 接下来呢 在这个时间点呢 可能大家急着要赶紧通到70级的这个点 可能你现在是卡在68或69的 你想要明天或后天呢 尽量的把它升到70 这里的话呢 有推大家一只怪超级好打的 就是这个绿斧斯 那绿斧斯呢 它是一个不死怪 不死怪呢 我们如果是用这个隐石数来打它的话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加成的 它的那个巨怪点非常的多 随随便面都可以找到一个 三怪再加一加二的这些点 那什么叫加一加二 可能就是说你击中一个三怪 那可能旁边会有时候跑多一只出来 或是多跑多两只出来的 这些点位都非常之多 如果你没有红虫呢 朋友们呢 我建议你们就是单纯的找一个三点的怪呢 无脑的刷它就好了 那其实你可以就是赵魏战远一些距离 那其实它打不到你 那你的陨石就可以晕它 那就把它很快速的清掉 那我觉得这个效应还是非常之大 如果你是有红虫的 那比如说你有路或者是甲虫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挂那个六点的地方 或是说6加1加2的这个点位 其实甲虫还不错 甲虫的话它把这个怪全部吸起来的话 那你如果是一炸的话 其实是清怪的效率非常之快 而且甲虫还会保护你嘛 对吧 因为它嘲讽这些怪怪打不到你 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那如果你的机体是不允许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去组队 组队的话其实清它的这个效应 也是非常之高非常之快 那希望在这个6869的这个阶段 大家可以尽早的升到70 那70级之后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那70级之后 大家应该都是学了重力演员 那重力这个技能 应该算是我们法师后期超强的一个技能 这里我会推荐你们 第一只要刷的怪就是梦魇了 那这里不用讲 梦魇是80级 恶魔念属性和大 我们的重力是念属性的 它打这个念有额外加成 那当然你如果是有配一个恶魔卡片的 比如说你有海王的话 那正常来讲说 你打这只好几块的把它清掉 如果你装备不太好的 可能你就是两个重力叠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它可能就是出来不到一两秒 它就死掉了 基本上就无法靠近你 那这里的我是觉得 如果装备不好的朋友们 你们就单挂一个三怪点就好了 再好一点点 你们可以挂一个三怪加一或加二的点 当然你如果是有更好的选择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直接挂一个六怪 然后加一加二的这个点 要挂这个点位呢 我是比较推荐你们有这个甲虫的 那为什么要挂梦魇呢 梦魇呢 它也是玩一个梦想 就是因为呢 它是一个我们最容易获得的一张直卡了 这张直卡呢 就算你不用 你也是可以把它直接卖掉 天里猫娃娃呢 其实价钱卖的非常之昂贵 这样是5万一个 那你其实如果有打到 也是可以直接把它卖掉 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呢 这个东西呢可能会爆满 但是也是可以慢慢的把它出货掉的 反正这个东西 你要加那个猫手臂的时候呢 它也是可以用得到 再来呢 就是我们挂材料的时刻了 那挂材料呢 建议大家呢 就是你们如果是有鹿的朋友们呢 或者说你们有甲虫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提早的去挂这些材料 那材料呢 我们先讲一只就是这个地龙 那地龙呢 是龙族地属性中型怪 地龙呢 它会出这个对龙族的这个增伤加20% 那这张卡呢 其实就是本身来打它们龙族才有用的 那这张卡 我是建议如果你打地龙的过程中 你有打到 你其实是可以用的 如果你没有打到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买 因为它是一个地属性 那其实你如果有鹿 或者是你用羽质素来打它 甚至你直接用那个重力来挂它 我觉得也是非常之轻松的 它对我们法师来讲的话 其实也不会说特别的难打 如果是有能力的 你可以去找一些3加1加2的点 也是不错的 目前我是没有找到它6只的点 当然你也是可以配它3只 然后再配一个3只的螳螂 因为它跟螳螂是有在一起的 当然你也是可以配黑蛇 所以这3只怪是在一起的 那你要嘛 你就是配一个3D 然后3螳螂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轻松 那如果你能力比较强了 你可以挂一个3D跟3黑蛇 我觉得也是OK 也是不错的 这里来看你们的机体来选择吧 那如果机体不太好的 你就乖乖的挂地龙的3只点就行了 地龙为什么我们要挂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80级套装 是一定要用到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需要超级的多 想要赚一波同币的朋友们 你们其实可以去挂看看 那还不错 这里的这些材料还是要讲一下 你一定要优先留给自己 那当然你们就是要做这个套装 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套装做好了 那其他剩余的才卖掉 不要傻傻的先卖了 然后自己都做不了 那在接下来的呢 我们就可以去挂这一只飞龙 在我们这个法师面前 其实他也不算一回事 那这个飞龙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挂他这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应该是很多职业 包括我们法师都是必备的 而且数量也是非常的多 是用这个驱逐时间来挂他就OK了 反正我们是挂材料 又不是挂经验 你们如果是有甲虫 或者是鹿的话 会比较推荐 那当然是甲虫优先 因为他的怪密集点 其实还蛮密集的 那你用甲虫直接吸的话 正常来讲你只要伤害够 那正常来说就是没有烦恼的挂机 大家要记得 我们现在80级的最重要的材料 第一支是这个地龙 地龙我们需要这个做套装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个飞龙 好这个东西也是非常之重要 我们之后也是有一个材料 非常之重要的 他是在这个狼头的拳腰 那因为他不在我们80级的范围内 先把他跳过了 这个之后我们再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 刚分享了那么多 我其实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 梦魇到底我们是怎么挂的 好那这里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没有红宠的 那你可以选择挂一个三怪的复活点 那这个复活点其实我们挂的 其实应该是蛮舒服的 那当然你们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距离 就是站远一些 那梦魇基本上就走不到你面前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 好像我现在用蜡类 那这次来讲 就是大家他一复活 就是这样专心的刷这三只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效率还是非常之快的 好 那这个点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点也会有很多 那这个地下这里的也是会有 好 那所以你们大家其实可以去找这种点位 那当然你们如果是有红宠的 那你们就可以去挂一些比较 广阔的地方挂比较多的 他的效应也是非常之不错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不错 就算你有一只鹿 那你觉得说你不想要解外生枝的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无情的 就是把他挂在这里 或觉得也是OK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只是说我们的鹿会炸不到人 因为我们轻这个梦魇的速度太快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和想法的话 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再见 大家拜拜